很開心,謝鋒這次在我旁邊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唱歌! 除了他幫我寫了一首新歌之外 很開心找他寫了新歌 我們這次是做這個新版的合唱版 所以很期待 其實我們上一次好像是幾年前的時候 三年前,差不多 其實三年前已經很想寫一首歌給你 謝謝你 那我就等一等,終於有機會了 就可以寫一首這麼棒的歌給你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找Jay 我覺得他的作品是超級出色 而他是一個很有實力的男歌手 然後我本身已經在路海中的設定 就覺得這首歌一定是很難唱的 很擔心、很緊張的 然後出來是很難唱的 我都用了很大段時間去揣摩 加上歌詞下去的時候 才會唱到那個感覺 我唱得很好 謝謝你的旋律 很好聽 不是,我一聽的時候 他要把那些聲音給我 我還有一點點羨慕 哇! 黑叔叔 最好的東西都給你 這麼棒 因為他的編曲 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例如有些有些... 可能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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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 很... 很很實驗的感情 加上你的符號 你自己唱歌 是真的令到這首歌... 它是在你身上,是在你身上的 謝謝,都是在你身上,你幫我做 那你不介意我第一次,我拿一首歌來唱 可以,沒問題 他剛才說,其實聽完我這首歌之後,很想幫自己寫一首 是的,因為我公司聽完這首歌後,他問,為何你自己不記得 我沒有,我跟花姐說,花姐這首歌我特別寫給你 因為,他就問我,為何你,在Live 的時候,我跟Jeremy 問我 為何你這首歌,為何不保持給自己呢 為何,你好像被人壓 多謝,所以我們特意要做一個合唱版本 是的,但因為我講,我覺得寫歌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 我真的要聽到那個藝人的白聲在我自己錄裏 那我就一想,就想到你 多謝你 是的,我很用心去唱 因為我聽到的船女就知道很好聽 我真的要用心去唱好一首歌 不可以得失你這首歌 很好聽 謝謝 真的很好聽 剛才那首歌很難唱 真的很難唱 我有時也會問自己為何要寫這麼難唱的歌 所以可能我自己也是,因為我也是很... 本身也很厲害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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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一個船,我覺得船得要好聽 我覺得現在好聽,算了,你也能唱得到的了 讓你唱,多難,你也難不了你 我覺得是,本身J-Fone的範圍都很闊 所以他用自己的聲音的標準就會寫出來都是這樣 所以是跟本身作曲的人的範圍有關的 所以J-Fone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唱歌 剛才我帶了一首新歌來,叫做《在愛面前投降》 我們剛才也說了,不知為何每次寫都要這麼高音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點是疑問的 因為我在錄音室唱了很多次 所以就很知道有些位置我應該是怎樣唱 有些是用假音,或者是哪裏呼氣的 那我就知道是... 我來到了... 但已經唱得很好 一個禮拜的時間,我粗熟一首歌不停聽 因為平時J-Fone的歌,我自己在歌單上都會聽到很熟 但因為這首還沒出界 所以我錄音的時間不是很多 只是幾天 但我感覺不到這首歌的時候,我已經覺得是 很好聽,是一首很入心的旋律 上一次,三年前合作的時候 我感覺到你是有點緊張 但現在是絕對是... 我現在很緊張 現在會在緊張的場合裝不緊張 但其實內心... 裝得很好,我看不出 其實內心都很緊張 可以啊,可以啊,你已經走了這麼多旅程 大場有唱過,細場有唱過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難到你 我覺得J就超級穩定了 然後他寫曲風就越來越有層次和味道 就是之前那些沒有? 不是,之前也很有層次 然後他幫我寫那首新歌 我覺得是很好 你唱得很好 你找我多點寫歌可以嗎? 好,沒問題 差一首R&B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問我們 R&B 要我寫一首R&B歌給你 對呀,每個人都在說 J 合作這次是否寫一些反對無效的呢? 因為我之前也有說過 今天我們原本是想要唱兩首歌 就是你那首 所以我那首 是J 風 儀態訓練學院 但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會期待 為什麼不唱R&B 所以我就帶了這首 在我面前投降的R&B歌 很好,玩得很快 開心,很棒 希望下次再玩 Live的感染力是再強一點 我們倆都是這麼喜歡唱歌的人 我們一定會唱到現場觀眾 很入心,很被觸碰的感覺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由三年前到現在 都是我們一起合作 都是網上 可不可以下次做真的Show 有些人找我們一起做Show 我都會 看到的,記得找我們